今天是4月29日,歡迎收看多人多明報的五三零 萬錦氏 Mark Fillmore 中的六福珠寶店再遇劫案 三個匪徒用胡椒噴霧襲擊職員,掃走最少20萬元的金色 再由在商場門口接應的第四個同黨協助逃走 以前就說有湯豬鄧,現代都有 騙徒上網將你的頭像相拿來做網戀,騙人落答 男男女女一上網就死,還不是現代湯豬鄧? 網絡發達,支票都可以隔空入,方便是方便 但幣載支票都可以入完一次又一次,改完支票的銀碼都還可以 多人多時一間人力資源公司就是這樣兩年損失幾十萬,最後倒閉 銀行就說他們不需要負責 加拿大食品檢驗局CFIA發出警告指三種品牌 包括精武、絕味和大統華超市的統華小廚 幾種肉類和蔬菜產品可能受到里斯特菌污染 需要回收,建議消費者不要食用 受影響的產品包括精武的涼拌豬頭肉、肉絲、 統華小廚的香辣腐竹、香辣鴨板腸、香辣鴨勃和香辣鴨蝕等 還有46種不同的絕味產品包括辣鴨勃、辣鴨鴨蛋和辣豆腐皮 受影響的產品除在亞省和卑斯省有售之外 還可能涉及包括安省在內的其他省份 食檢局又補充,當局正進行食品安全調查 不排除稍後時間會有其他產品需要回收 里斯特菌是一種在食物中常見的細菌 食物受到里斯特菌污染後,無論從外表或氣味都難以辨別 食了含有里斯特菌食物後,可能出現嘔吐、護心、持續發燒、肌肉疼痛、嚴重頭痛、頸部僵硬等等 孕婦、長者或免疫系統受損的人尤其容易不適 而受感染的孕婦可能只是出現輕微的類似流感症狀 但可導致早產、生生兒感染甚至死胎 若病情嚴重,患者可能死亡 不過食檢局就說,到現在為止未接到 因為食用了上述產品而感到不適的報告 如果有人買了上述需要回收的產品 食檢局就建議將產品丟掉去又或到購買地點退貨 如果有人認為自己因為食用了這些回收產品之後 覺得不舒服,就要聯絡醫生 請找Steven 647-917-1111免費股價 布地利一個男的天氣波音軟非常不幸 做了現代湯豬凳 連他自己都不知道 蛤?男人都會變成湯豬凳嗎? 是啊,在網絡世界,什麼都被顛覆了 男隨時變成女,女又隨時變成男 他之所以成為湯豬凳 是因為他把照片被人用來殺豬盆頭像 進行網戀騙局 至於他夠不夠帥氣有型 可以吸引女性的眼球 大家自己判斷一下 這位男士是39歲的婚客 他是意大利人 他受聘於奧對利廣播公司做天氣報告員 他經常在網上分享自己的圖片 有時打大赤肋 有時在健身房做鍛鍊 兩年前,他被評為奧地利最性感的男人 在德國,奧地利和瑞士 他幾有名氣 以至於每隔一段時間 就會有人轉發一個 利用他社交媒體照片的虛假Instagram帳戶 看起來,這位婚客先生應該是很有吸引力 當婚客最近成為加拿大新聞人物之後 他就開始擔心了 他說,我一定要告訴別人 我是無辜的,我是個好人來的 我只是做播天氣而已 在新聞報道裡面 看到自己令人受到傷害 這個是很突然的 他成為加拿大新聞人物 是因為加拿大有位記者 想採訪網上情願殺豬盆 於是他在網上就找網戀對象 幾個月前 一個自稱叫做暴浪的男人 上吊 和這個記者展開網戀 他用了婚客那張照片做頭像 自稱是加州一個有錢的石油鑽井平台工程師 是一個九歲弟弟哥的單親父親 現在正在蘇格蘭的海岸做事 他在Instagram上用了婚客那張照片 那些照片有時是在爬山 有時是站在河邊 在陽光照耀底下的葡萄園前面 擺了姿勢 每天還用很肉麻骨鼻的說話 向這個記者示愛 他不知道自己是賊仔遇上賊阿爸 幾個星期之後 竟然還向這個記者求婚 他說 我想整個得到你 我想愛你直到世界的盡頭 這個記者跟他說 你不要跟我來這套 跟著自揭記者身份 並且要求採訪他 這個布朗承認自己是住在日利亞 生活貧困 他是在Facebook上 盜取了一個有魅力的男人的照片 來從事詐騙的 他曾經成功調過奧地利薩爾茲堡的一個42歲女子 叫做AH 當時他用了分黑的照片 自稱叫做歐盟 騙了一萬元 到對方發覺停止匯款之後 他還威脅別人的人身安全 搞到對方要向警方報案 他才收手 至於各位型男型女的梅力先生梅力小姐 如果你們不想你把照片被人用來做殺豬盆的湯豬椅 握泰華大學心理學教授 醫師梅爾教你 要時不時用自己的在線照片進行反向圖片搜索 看看在哪裡還可以找回自己的照片 並向社交媒體平台報告任何非法行為 你問我湯豬椅是什麼意思? 這句話的鐵後語是一上就死 以前是對那些寡婦的一種負面的形容詞 不過用在現代殺豬盆上面 都非常貼切 因為你一上這個網戀平台就死 我是瓦佳淨水Michael Chiu 飲用清潔水可以加速身體的新陳代謝 排除毒素 記得飲足夠和乾淨的水 首選一定是瓦佳淨水 火於萬錦市麥卡文甲7號公路的 Markville Mall裡的六幅珠寶店 上個星期五中午被三個匪徒打劫 三人得手之後 再乘坐一步由第四名同黨接應的汽車逃走 示範在當日的中午12時半 三個年約22至30歲的歹徒走入珠寶店 他們一走入店裡之後 就用手上胡椒噴霧襲擊店裡的職員 然後迅速掃走大批金色離開 第四個匪徒就預先拿著一部白色小型開篷貨車 在商場門外接應 三個匪徒上車之後 就沿著7號公路向凍逃走 有指該部拆車是偷回來的塞車 有事發當日在現場附近的網民就表示 看到三個套著連衣頭肚的男人很快跑過 據知三個歹徒劫了大約價值20萬元的金色 案發之後有最少10個約克區的警員到場調查 四個劫匪大約5呎10吋至5呎11吋高 收縮或中等身材 犯案時都戴著白色手術口罩 劫案發生後 珠寶店似乎沒有特別加強保安 530記者今天下午4點左右亦到現場 當時人流不多 記者以顧客身份輕輕鬆鬆便可走入珠寶店裡 不過據了解如果遇上人多 職員便會一小批一小批地放顧客入店裡 馬克福爾摩裡的六幅珠寶店已經不是第一次被劫 早在2018年12月30日下午6時25分 分別乘坐兩部汽車抵達商場的五個匪徒 他們身穿建築工人的螢光背心、手持槍 和錘仔闖入珠寶店裡搶劫 他們走入店裡後便用錘仔打爛色軌 劫走大批珠寶 有網民就指這間珠寶店不止一次成為歹徒的目標 可能是和商店靠近商場門口 歹徒行劫後容易逃脫有關 多倫多市人力資源公司HD集團說 由於遇到支票詐騙案損失了幾十萬 搞到現在他們要關門大吉 公司老闆質疑 為何銀行沒有辦法阻止這種一次又一次的詐騙發生 而涉及事件的多倫多杜明銀行說 根據銀行服務協議 是免除了銀行的責任 即是就算錯也不用揹飛 HD集團公司前負責人達利亞爾和考爾說 他們和多倫多杜明銀行合作兩年 但期間詐騙案從來沒有停止過 包括同一張支票被人多次兌現 有時支票上的銀碼甚至被人改過 但仍可以順利進入銀行然後過訴提款 整件事是在2021年8月開始 當時擔任首席財務官的考議 就去審查HD集團的銀行月結單 結果發現一張兩年前 開給一個前臨時僱員的支票被人兌現 他便想 為何一張2019年開出的支票 會在2021年兌現 作為一間臨時人力資源公司 HD集團是為大多倫多地區的工廠 去找臨時工和支付工人的工資 他們每個星期通常會發出幾百張支票 經過仔細地查過去的銀行月結單 得出的結論就是 早在2017年起 一些員工已經開始反覆傳入同一張支票 其中一個個案就是 支票上的日期被人改為2010年 被HD集團的銀行帳戶 甚至開設的時間還要早幾年 但這張支票依然被人得到錢 又有一次在節日期間 一個人反覆兌現同一張支票 間中還修改一下金額 在一個星期內 傳入的支票涉及的款項是2萬5千元 考爾及達利亞爾向道明銀行了解 希望阻止這類詐騙性存款再次發生 但對方說 銀行職員是無法阻止這些存款 他們不滿意道明銀行的回應 於是在2022年入稟法庭 以道明銀行未能保護HD集團 免受詐騙活動的侵害索上120萬 案件目前未審理 道明銀行在提交答辯書中說 HD集團簽署的銀行服務協議 是同意了免除銀行責任的 TD發言人說 由於涉及隱私問題 而且案件正在法庭審理 銀行不便置評 但建議商業客戶每天要核對他們自己的交易 並即時報告任何不正常情況 代表超過9萬5千間中小企 加拿大獨立商業聯合會主席海利說 多年來他聽過不少這類詐騙案故事 他認為在這些案件裡 企業是不應該承擔這個損失的 因為銀行是有資源和責任來防止詐騙 如果銀行系統跟不上 這樣銀行系統是需要自己改進的 新聞沒有提到同一張支票 為何可以入完又入 以前銀行未電腦化的時候 這種情況幾乎是不可能發生的 但現在有些銀行為了接省人手 客人是可以同一張支票拍照 然後透過網上傳給銀行過數 這就是一張支票可以入完又入的其中一個漏洞 接獲投訴後展開調查 發現大圖早在2016年開始製造虛假身份證明文件 偽造出超過680名根本不存在的人物身份 去到銀行開戶騙財 大圖用虛假身份在銀行開戶之後 就會提取現金或用信貸額在網上平台購物和電匯款項 警方說大圖的行徑屬於合成身份欺詐 Synthetic Identity Thought 警方經過調查後 執行超過20張搜查令 檢獲大批大圖犯案的器材 以及總值30萬元的現金和外幣 並且誤派署會有更多涉案大圖被捕 12名被告被控欺詐、藏有賊樁 或者偽造文件等等罪名 騙案中的損失主要是來自安省的銀行 和個人送貸評級公司 多倫多市今晚最低氣溫是攝氏9度 明天最高氣溫是攝氏13度 但多倫多地區明天的普通無原汽油價格無升跌 維持在每公升172.9 我們先看看 重返證人陳子華在黎智英案 作供接受辯方盤問時確認 2021年3月31日 他向警方查詢 成為恐慌證人的可能性 4月28日 他首次作為證人錄影會面 辯方指 由3月31日至4月26日 陳子華在不同的日子 共會見警方約18小時 陳子華稱 無印象彈劫本案證供 法官追問彈劫什麼 陳子華稱 主要當時我的情緒 根據和警方會面的記錄 警方由2021年5月7日至今年1月15日 令會見陳子華65次 由2021年5月21日的會面起 陳子華均收押在小南精神病治療中心 陳子華上週作供時否認2020年8月 李月軒獲批保釋後 他曾經與李月軒通話 表示可以替對方安排來說 辯方今天追問陳子華的回答是真話還是假話 陳子華停頓片刻思考 其後表示上週所言是真話 辯方展示2020年10月 陳子華首次被捕後的錄影會面騰本 當中他稱無協助李月軒來說 陳子華停上確認是他當時的確回答 但我不懂回答這條問題 因為當時我認為是法律問題 在法官追問下 他承認當時我是說假話 他的確有協助李月軒來說 向警方說沒有資助李月軒 一分一毫同樣是謊言 李月軒獲釋後 告知他需要安全屋和支援 電話內容已經曝光 叫他亦來說 陳子華表示會尋找可以協助的人 李月軒其後再問 安排搭船離開的事 一名叫陳世德的人曾經聯絡陳子華 他將聯絡方式轉交給李月軒 李月軒離港當日 準備登船時又通知他 但不記得有沒有提醒對方 抵達台灣後向當局投降 和尋求協助 繼而登上捷克官員的飛機 前往捷克 對於被指他領導一隊勇務隊 並叫李月軒和他的團隊 參與7218E人等事件 以及如果流亡政府成立 他有意成為領導者 陳子華傳報否認說話 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 被控全謀勾結外國勢力罪目前受審 他曾獲准 由英國御用大律師Tim Olfen代表辯護 律政司不服上訴遭駁回 全國人大常委其後釋法指 就國安案件拼任海外律師 應線隨得特首證明書 黎智英早前就國安委建議入境處 他批先證申請司法複合拜訴 他早前再提上訴 被即日駁回申請 上訴庭今天頒下判詞指出 國安法條文清晰 國安委的決定不受司法複合 上訴人是黎智英 已答辯人是香港特別行政區 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入境處長 律政司長就被列為相關利益人士 上訴方早前陳辭指 香港法庭就國安委的決定有司法複合 約其決定涉獲權 司法複合也適用 上訴庭判詞人述國安法第14條指出 國安委的工作不受香港任何機構 組織個人干涉 國安委的決定不受司法複合 並據可執行的法律效力 工作信息也不予公開 判詞再引人大釋法指 如果案件涉國家安全認定問題 香港法院應向特首提出 及批出證明書 另不具本港執業資格的海外律師 如果辯護涉國安案件 也應當先取得特首證明書 判詞續指 將國安法第14條及人大釋法一併解釋 內容無含糊不清或存疑之處 此意也不可能有其他合理的解釋 香港法院也須受之約束 上訴庭應同高院原審法官所指 國安委決定不受司法複合 所以駁回黎智英一方的上訴申請 求聆聯盛 金采菸 並且歸順議 上訴申請 救留家 天下 級坡 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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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